上網經常見到有招聘廣告聲稱可以提供在家工作的職位 而且身金優厚 這些招聘廣告有機會是詐騙陷阱 沙田警區重案組今年初倒破一個詐騙集團 拘捕了九男三女年齡乎18至23歲涉嫌村謀詐騙 但還包括兩名相信是集團骨幹成員 分別是23歲做調酒師的男人 和20歲做兼職無得意的女人 檢獲一批電腦、銀行卡、身份證副本和手提電話等 警方接報指、詐騙集團透過社交媒體和網上平台刊登招聘廣告 騙求職者提供身份證副本、銀行提款卡資料 甚至繳付幾千元的保證金 在騙銀行或財產借錢 而這些成員亦都會向這些投職者聲稱 會幫他們製造一些虛假的入息證明 然後就會向一些銀行 又或者在一些註冊的財戶機構去借錢 更加會標榜這些借貸是不需要還款 而且借到錢的話 還會與這些求職者分帳 借貸金額由幾萬到十幾萬元不等 成功獲得貸款之後 詐騙集團會與求職者攤分作為報酬 有部分個案求職者得到大約一成的借貸金額 警方說被捕的12人當中包括求職者 警方正調查被捕人士有沒有涉及其他案件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建立有被捕捕